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来了啦 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孙老师来帮我们上课 老师在ECL都过的这方面就是非常的厉害 而且今天会全程录影录音 所以老师到时候会提供给我们 那我们可以放在我们 就是意弦会传给同仁 如果今天上课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再回去看我们录影录音的部分 那老师有非常多的东西要交给我们 我们请同仁就热力的欢迎老师吧 谢谢 谢谢 各位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应该是叫用Office提升工作效率 那这个用Office提升工作效率呢 我就两个层面 Word里面跟ECL 这两个部分来跟各位做一下介绍 首先我想我们先谈一些 像Word的一些基本的编辑部分 再例如说 对 还没有做一下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那我想再做可能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到 例如说YouTube的网站上 可以找到我很多系列的课程 然后我相信这些课程 对你们就是工作效率如何提升 是有一些帮助的 那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的那个教学的办例跟网址 首先各位 在联网的情况之下 例如说到这里 HTTPS 如果前面不打也没有关系 然后直接到goo.gl 斜线YTZ 大写的R小写的X 大写的T 我再重复一次 我再重复一次 goo.gl 这是字式的 大家前面那个短网纸 全部都是长这样子 goo就是google的前面三个字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goo.gle 对不对 所以这个前面很像google 然后斜线YTZ 都是小写 这个R是大写 然后小写X跟T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课程 从下面往下看的话 在这个地方 Office高效文件制作 然后讲义 电子讲义放在这里 电子讲义 还有范例 范例的话 就一个word档案 一个以下的范例档案 就提供给你们 如果你要练习操作 你就请下载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就直接点范例下载 我先来这边登出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就点范例下载 然后点这个 Office高效文件 应该是看到三格档案 三格档案 好 那就请你分别去下载 下载 下载的地方在这里 下载的位置在这里 下载的位置在这里 就点它 然后这个esale 范例也点它 然后接下来这个word的范例 请点它 这样我们就把三个范例档案 都下载下来了 老师 应该再听一下网址吗 网址是 然后去交这个Google表单与地图 这是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然后接下来这边 YouTube影片制作与FB行销 这是在下个礼拜一 也是卫生局 它开的客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去观看 首先 在下载下来的范例 下载下来的范例 请各位 如果说要把它打开来 那在哪里打开 是不是打开这个文件夹 然后点选下载 这个名称 这是对应的刚刚好的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从中就了解 对 当然就是点这个下载 下载 然后在这边 您就可以看到 刚刚我下载 范例档案 就会放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 这是我拿交通局的一个文件 来跟各位去做说明 所以我们先讲这个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对外 提供资料或报告之排版样板 好我想要跟各位先分享一下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局 或者是哪一个性质的单位 你就算假设到了高雄市政府 其实公文的编排或文件 长文件的编排 其实都应该做到统一才对 不能说我们今天在台北市政府 所以我这个大写的第一个层级的一 我就换成一条横线的一 这样就不太好了 我们都是有一个制式化 所以我现在先跟各位分享这个统一样式 统一样式 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 这假设是我们的第一阶的样式 什么叫第一阶的样式呢 其实首先我们先来定义一下 这个是标题一 这个呢标题二 然后接下来这是标题三的编号 这是标题四的编号 好也就是说 假设今天在这个地方标题一 我想要去设定 设定它的一个编号方式 怎么样去设定 首先 首先在这个地方呢 最简单最简单的设定方式 其实就是用滑鼠右键 它这边有一个叫做 设定 就是编号方式 对不起 我们用这一个 我们用这一个来去做一个编号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有这样子一个 很多很多种的一个编号方式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想要去做一个编号的话 所以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点点它 有看到这边有一个那个 项目编号吗 以前旧版 它是有的 可是新版 新版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透过这边的一个编号方式 好 我们现在去编辑一下 编辑一下 这个清单的阶层 例如说这边有 1 加 i 这个 那是因为它现在选到 是这样子一个目前的清单 可是你可能会想要换 假设你换成别种都可以 首先 我们就要去问说 我们的编号 要不要这样子 有 就是 階层式的这样往下盘 好 假设我这边的预设 我们先解决这个编号问题的话 所以我们就先随便选 这里面 例如说这一种 那它是不是已经定义好这个编号了 定义好这个编号 可是我要改啊 我不可能要用这样子一个编号 所以怎么改 首先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有一个修改 我们的修改 全部都应该在这边做修改 因为这边的一个操作 常用底下的样式 它可以统一一起做修改 所以点选 常用这个标题1里面的修改 接下来呢 在标题1里面 我们的格式 格式这边 是不是有看到编号方式 这个编号方式 这个编号方式 我们可以先定义新的一个编号方式 我们这个编号怎么定 例如说我们有很多种 很多种的样式 你可以自由去选 没错 但是大家统一 这边会用到的 有这一种 有这一种 还有 假设是 我们先看第一阶 第一阶的话 我们用最多笔画的那个大写的1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点 一个点 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点是固定会出现的 所以我们要 变成一个顿号 所以直接在这边输入一个顿号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点确定 这样我们就设定好了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标题1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 点一下它 有看到吗 它就直接套用成这一种样式 有看到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设定 那例如说 假设 假设我在最下面 最下面哦 我的所有的文件的最下面 好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本来是一个内文的样式 然后我这边我输入 比如说 目的好了 假设我现在输入目的 然后呢 这个目的它是属于 标题1的 所以点一下 你看它这边 前面是不是会自动变成2 然后一个顿号 要用这样子一个设定方式 统一一致性的修改 那我再举一个标题2 标题2 那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标题2 就是1 1. 需求建议 然后接下来里面 有次接的项目 例如说 1. 技术建议 2. 研定本部 空间 什么流通的作业规范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是标题2 那标题2 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设定 假设我们原本 原本 没有编号 没有编号 那我就直接先把它删掉好了 我先 它这边有一个功能 叫更新所有的标题2 以符合我现在的这种样式 好 你看哦 这个没有编号了 下面这个 刚刚那个2 是不是也没有编号了 这个 可以吗 因为我们要提高工作效率 绝对不要一个一个在那边打字 我看过非常多的文件 它是自己打字的 自己编 大写的1 大写2 大写3 真的我这种文件看太多了 所以 等一下最后就是将我们样式合并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技术建议 我是不是要 我们规定 我们规定的样式 应该是一条横线 那一种 所以 接下来呢 滑鼠右键 修改 修改 以后 然后这边 这边有一个叫做格式底下的 编号方式 编号方式 我这边我要选择这一种 这一种 好 然后 接下来 假设我现在点选确定 有看到哦 确定 然后接下来 按 确定 然后呢 然后 现在我是不是已经把它编好了 编好 就是只要是标题二 它就 变成 前面是用这一种 一 然后 顿号 然后接下来 你去看 这边是不是也会跟着直接改 我没有做任何事耶 它就直接一起改 那 快速的 比如说标题三 标题三 滑鼠右键 修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格式编号的方式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 你会发现 通通都没有嘛 因为我们要的是左花弧 跟右花弧 然后中间是一个 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 我们可以先选它 先选它 然后 定义一个 新的 新的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可以直接把它 例如说 这边先选好 应该是这一种嘛 然后这边 左瓜弧 右瓜弧 自己手打进去 而且 那个 标题三 我们不加这个 顿号 这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它已经有一个 分界符号 既然已经有分界符号 就不需要再多打一个那个 顿号 然后点选 确定 它这边是不是就会出现了这一种 然后确定 确定 确定 当然 这因为我已经做好了 那我还是尝试做一下 例如说 这是标题三 就是 一 技术建议 这个标题 底下的下一个标题 假设我今天 再加一个标题三 好 那 我这个标题三 例如说 如你 然后我直接把它变成第二个标题三 所以我就直接点标题三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直接出现 刚刚前面这个花壶 既有的内容 所以 所以 要这样子来去操作 才比较正确 好 那 当然 这是我们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 已经用了几个 大写的 大写的一 用了 然后这一种 用了 再来第三种 左右加瓜糊 然后 这个一 那接下来 在下一阶就是标题四的话 标题四 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就是说 因为那个一都用完 就是剩下用直的一 应该 应该可以理解 那个一后面还是要加一个顿号 那 通常很多同学会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中间的距离 对 那 可是这个很简单的操作 滑鼠右键 你看 针对 针对它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的距离 到这里 好 尺龟 尺龟 我把它检视 打开 我只是为了方便你们看 这边 其实我觉得 你看 预设都已经不成见尺龟了 所以不要在尺龟上面再去做文章了 因为 你每手工动一次尺龟 它只有作用在一个段落里面 这是 不切实际 这是土法炼钢的方法 你看2013真的预设是不成见尺龟 如果现在我们大家都是 例如说 用比较新的方式 你应该要去思考 那我以前方法 跟现在方法不一样的地方 好 你看在这个地方 这个尺龟 我只是为了方便你们大概去看一下 大概对到这个地方 这边其实都是对齐齐的 那 可是真的会有同学询问 就是说 我就是要改变这中间的距离 所以滑鼠右键点这个1 滑鼠右键点这个1 你不要点这个文字 点文字这边没有 因为我们是要动这个项目编号跟后面的距离 所以是要用右键点这个1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调整清单缩排 调整清单缩排 动 请动这一个 真假 预设 他是不希望去动他的 他就锁定在0.85 其实0.85就是两个字 两个字是我们字式化的 可是这两个字又分哦 你是标题的两个字 还是标题二的两个字 那个字大小是不一样的嘛 好 然后接下来打勾 然后这边 这边 例如说 假设我动到多一点好了 动到三公分 是的 你看他是不是往右边挪了 他的意思就是 这个地方他要空三公分 那不可能空那么大 我只是为了方便门去看 因为很多同学都想要问这个 这个中间距离 他希望不是放大哦 因为通常为什么会多放一点 因为会有10 8 9 10 10 之后是不是有11 他会考量到这件事 两个中文字 好啦 那我还是把它改回来 滑鼠右键点它 这个 调整清单缩排 然后请把它改成 例如说 0.85 其实我觉得 因为你要考量到 你会改 你改成 假设一公分 比如单位 它不可能改成一公分啊 我觉得你用字式 会比较好一点 接下来我要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在本文的部分 刚刚你们都在动那个标题嘛 所以常用底下这边标题的定义 其中还有一个内文 建议各位 内文 内文 应该 例如说 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直接在这边做修改 举例来说 我们的内文 我们内文 千万千万不要用靠左对齐 一定要用左右对齐 左右对齐 这是最基本的 另外 等一下在统一介绍表格的时候 再跟各位来去分享 因为我们一定是做那个垂直至中对齐 其实在这个地方 其实在这个地方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有些时候我们会针对那个段落 就是图片 插入一个图片跟文字之间的一个排版 所以建议在段落这个地方 有一个中文印刷样式 这个文字对齐方式不是基线 而是至中 只是我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跟你们分享 这件事很重要 当你插入一个小小的logo的时候 在段落里面绝对可以插入一个小图片 小文字方块都可以 然后那个文字 它对齐的是那个底 图片的底跟文字的底不一样 文字 如果你写过那个英文字 它所谓文字不是中文字 英文字它是用到一二三写到第三行线为底 那个基底是第三行 还有第四条线 对不对 所以图片的底跟文字的底是不一样高度的 所以跟随就选择至中 它就在平平的线上 会比较漂亮 好 确定 OK 你看哦 这边这样子一个左右对齐的方式 这样才比较漂亮 左边要漂亮 右边要漂亮 左边要对齐 其实我们设计不是为了漂亮 我们设计 设计这些内容是 你们知道原因吗 是为了方便阅读者阅读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整齐的一个排版 而不是为了漂亮 方便别人阅读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甚至这个地方段落 比如说标题文字比较大 然后呢 内容文字十二大小 这都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观念 好了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 如果你今天 你希望这个文字再去做什么对齐 记得就是滑鼠右键 我刚刚说 从这边 调整清单说牌 这边来去控制 再来 我们如果说我们希望就是那个内容 内容有空两个字 那记住要改绝对是所有内容 绝对来说 请问这个 这个 跟这个内容 我还是要跟各位强调讲一个观念 我们会这样设定 这叫标题一的内文 这叫标题二的内文 可以了解吗 因为真的你的标题不多 了不起四阶 所以你就在这四种内文 可以了解 这个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因为当时我在叫那个交通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 是不是 他们我们用的一个观念 我想跟卫生局一定都一样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这个内文 我用的是标题一内文 好 那这一个呢 就是标题二内文 大概理解我的意思哦 所以所以如果假设我后面 这个是标题二文 标题二 这是标题三 这是标题 这应该就要设成是什么 这是标题四的内文了 这个标题四的内文 这个标题四的内文 这个是标题二的内文 好 那我为了上课方便 我修改他好了 我修改 你看一下哦 假设我希望就是标题二的内文 标题二内文 所以我是不是要点到这个地方的修改 然后针对里面的内文 我要左右对齐 还有我希望我希望第一行 就是前面空两个中文字就对了 好然后接下来在段落里面 行与说牌与行句 指定方式改为第一行 两个中文字确定 这样子的话 我的标题二的内文 全部都变成是这个样子了 确定 你看哦 这个是标题二的内文 那下面我们再去看 这个是不是也是标题二的内文 他是不是前面也空了两个中文字 所以你必须第一件事情就是 假设你给我打好文章 你必须要把这些标题先定好 标题定好它是属于标题二标题三标四 还有这个内文是属于标题一里面共用的内文 还是标题二里面的内文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好那当然除了这之外 你还要定义什么表格啊 图片啊 因为图片一定是至中 表格也是至中 类似这样子 就是那个段落的性质 比较特殊一点 这个与前段的距离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与前段距离 例如说我们与前段距离跟与后段距离 我们先来稍微了解一下好了 首先我讲这一个标题二 这个叫标题二 标题二段落 我先开一个新的档案来去给你们看一下 例如 例如我现在我打 例如说 竹子 说明 说明 你看哦 当我现在选到这个竹子的时候 因为它是十二字形大小嘛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前面 这个文字 它绝对不是用四行 就是以英文那个 如果你们写那个英文字的时候 四行最下面那一 没有用到最下面没有用到 好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点到标题一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它把上面跟下面的距离拉开 好我们来去看 这个东西就是与前段距离 与后段距离 最上面 就是字在这边嘛 好 它这边就是与前段距离 这边就是与后段距离 它来讲的是这件事 那如果这个是标题二 你去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选到这样子 所以 我我刻意 刻意选到这个是标题三 就是比较小一点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它的一个预设的标题 滑鼠右键 修改 有看到这边 格式里面是不是有段落 针对段落部分 这个标题一它设定 与前段距离是九点 与后段距离是九点 为什么要设定成这样 就是方便阅读 好那当然相对的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哦 你们可能要自己去讨论出来 说大概要设多少 我我记得我们之前是这样设定的 可是另外就是这个是标题 我先改成标题二好了 标题二与前段距离跟与后段距离 当然要小一点不能九点 好那滑鼠右键修改 你去看一下 格式底下的段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与前段临行与后段临行 但是它行跟行之间的行距 设到三行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之前准备的这一份文件 所以呢 这个是标题一 标题滑鼠右键修改 格式底下的段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与前段距离有看到吗 一行 就是就是我这个字 这个字的高度 好那一行 可不可以打中文字 可以直接打一行 但是但是你要用正确的字哦 例如说行这个字 在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可以看到12点 12点与后段的距离 那是不是也可以设为 例如说一行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设为一行 其实一行就是12点 因为我们字大小就是12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点选确定 确定 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动的 12点 一行就是12点 好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标题二 滑鼠右键修改 然后格式段落 因为它是标题二 有看到吗 它就会 例如说跟自己 跟自己接下来的文章 就更接近一点了 好 跟上面那个段落距离 还是维持一行 然后下面这边改成六点 就这样子而已 就是有做区别 好了 所以你去看一下哦 这个地方的距离是比较大的 这边距离相对是不是比较小 因为上面距离空了12点 那请问你内文 内容文章 需不需要去设定什么 与上面与下面距离 不需要 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设定 因为内文段落是不是比较多 比较多的 因为你可能会有图片段落 表格段落 然后标题一段落 标题一内文段落 标题二内文段落 有很多种 那还不如你就只要设定标题 与前段距离 与后段距离 接下来再讨论一下就是时间 时间 如果说在文章里面 现在我们强调讲到民国 我们写的时间应该都是 因为公交机关不是写西元 所以你应该是写 例如说像今年 今年我们的写法 是不是应该写成 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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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写 例如说三月的话 是写零三月 对不对 那个零是要写出来的 例如说零三月 然后 假设 零九号 就是 就是 不要写那个一个阿拉伯数字的 好 反正你要补满就对了 为什么 方便大家去阅读 尤其在若干的文字里面 这个补满就很重要了 好 接下来例如说 我们还有那个日期 你应该要知道 我们写完日 应该要标示 标示它是星期几 对不对 星期 好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星期一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那个上午 或者是下午 好 自己去标示 例如说上午 那既然已经交代上午 会不会把几点几分 乘数出来 应该会 就好像说 我今天吃 是这样子的讲法 是没有讲完那一句话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 例如说 时间的话 我想就是一样是两码 例如说09 不要用冒号 而是直接打09 例如说05分 好 这是我们日期的一个标准的陈述方式 这边我要再强调讲一下 就是说 麻烦请这个左右刮符用全形 用全形 然后接下来这个用全形 因为 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感觉就是一组字了 一个字了 这边也算一个字 这边也像一个字 这也感觉让它就变成一个字了 再加上 那个符号 符号 它主要就是做区隔使用的 好 所以这是 时间啊 日期啊 的呈现方式 就给你们参考一下 我觉得说 在这个地方可能还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 页码 页码 例如说 在插入底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页码 我们大致上都会放在页面的底端 好 例如说 选这一种 那 最好是有一个统一的设定 例如说 选到这个文字 选到这个字 有看到 预设 预设 它就已经是Times New Romain 那这边容我再多花一点点时间跟你们分享一下 英文字不是有Areal and Times New Romain Areal 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会使用的一种字型 那种字型用在标题 如果说其他的内容文字都是用Times New Romain 那你们想要知道原因吗 Areal 它是秤底文字 秤就是秤三那个秤 就是它是有装饰过的文字 那Times New Romain 它是无秤底字 无秤底就是 它是以清楚为目标 因为它字小 字小就要清楚呈现 那标题字要大 大就要美 美就可以多做一些什么 有地方处有地方系 Areal 它就是Sense 它就是Serif字型 稍微知道一下这个概念就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不是特别要要求 而是理解这些 我们做起来会很愉快 好 例如说这边我们用Times New Romain 然后预设是不是10点字型大小 这样的话 关闭夜守夜吻 我们是不是就会有这些 字式的 另外 假如说我们今天画一个表 画一个表格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假设我今天在这个目的 这个地方 我画一个表格 插入表格 假设我今天我插入这样子的表 这样一个表格 好了 通常我们针对这个表格 我们会去定义表格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观看一下 通常这个表格 我们对齐的 整个表格是至中 至中对齐 可是你左边右边至少要稍微短一点 就是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 控制这个蓝 例如说左边我的宽度是6 惯用的蓝宽 假设是设为6 然后下一栏也是6 也就是说我两个都是6公分 6公分 或者是我两个都是7公分 就是假设我先设 先设 好 例如说下一个也是7公分 好 然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表格来去观看一下 哎 滑鼠右键 表格内容 7公分看不出来 那我们改成6公分好了 然后 下一栏 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至中的表格 好 这是第一个 对不起 可能要多一点 那 再来就是 我们表格 这个表格 因为 通常我们去设定一个表格的宽度 它 蓝是6公分 那 高度啊 假设我们是要放照片为目的 请问照片的话 是不是 就是 例如说 6比4 那个比例 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 我们就会去设定 列的高度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 这边我们可以去设 表格内容 然后接下来 我们的列的高度 指定高度 例如说 4公分 4公分 还有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有些人他插入一张图片进去 那个表格就跑掉了 那个 你们都深受其害吧 我们要固定 就是 就是我要那个图片放进去 我不要再动来动去了 那么太麻烦了 好 怎么样去锁定 只是一个案件的事情 好来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表格内容 这个表格内容 然后接下来 针对表格 针对整个表格的选项 选项 然后 请把这个关掉 这个 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我解释一下 电脑有时候我们 资讯 资讯科学家 他们用的字都是 能省就省掉 请问一下 什么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例如说我现在插入进来的图片 图片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请问一下 我图片假设很大 我要塞进去 图片不会缩小 图片就这么大 它不缩小的 因为它这边打勾了 我不要它自动调整 我的表格 我就固定这么大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你图片塞进来 我不会 因为没有打勾 不会调整成内容大小 就是我图片 图片就是图片多大 我要同比例的 等比例的缩小到这个表格里 就这个按键 确定 确定 你看哦 像我现在我先插入一张图片 插入图片 好 那例如说 我就随便举一个半例图片 插入进来 你看 它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框框里 不会再扩大了 可以了解吗 本来不是这样子 本来那个图片插入进来 它整个把你的板整个都跑掉了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通常 通常我们这个下面可能就会想说 去放那个图片的说明 好 例如说假设这个叫菊花 那这个字其实我觉得 这不用我讲 你们都应该知道 一定是字中嘛 对不对 好 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那我再插入一张好了 插入图片 好 例如说 我其实可以多插入几张 它真的都不会跑掉 真的 它会依照 就是锁定我的表格 我刚刚只是为了上课方便 所以我取那个表格 大概就是 例如说六公分 你应该 久了 你大概就会知道 大概久了 你大概就会知道说 这个宽度 这边应该要取多少 反正就不要取刚刚好就对了 就是让别人知道 这边有一个表格存在 好 例如说这边我叫火山 好 再再插入好了 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水母插入图片 好 好 那这个字 是水母 然后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条线 请把它 就是 隐藏起来 不是删掉 是隐藏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设计 设计里面 我们可以去 这个 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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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白色 然后就把这边画一下 它就没有那一条线了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为了图片跟我的文字 确保排版的一个方便性 我只是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因为 我现在打只有两个字 可是 你们打那个 解释那个照片 绝对不可能 只有打两个字 三个字 你可能 你可能打在它下面的时候 会整个影响到 那个 框 就是 我会觉得 为了排版方便 你还是把它分开会比较好 可是那条线是不应该存在的 好 有时候我们会加那个图片说明 我觉得你加图片说明还比较好一点 例如说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先取消刚刚的画线这件事 这个图片 例如说 我会希望 参考资料 这边插入表号 你可以选择用这种方式去加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 我选择放置的位置是在图片的下面 图片的下面 图片的下面 就是我选到这件 这个项目 我选到这一个菊花 它的下面 然后接下来 我 因为我们有 我不想要你们理不理解 它预设是figure table 我们应该要手动建立 例如说图 图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新增一个标签 叫做图 然后接下来直接按确定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 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一个 好 那这边看你们要不要包含 要不要包含那个标签 好 这个地方 好 假设我现在确定 它这边是不是在图片的下面 然后它会增加一个叫做 自动会增加一个1 这个1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假设这边我就直接把它取名叫做菊花 好 然后接下来 我刻意先跳过第二张 这应该叫第二张嘛 图2 我先做这一张 好 你看 参考资料插入标号 然后一样选择图 在原本我选择地方的下面去放 好 直接按确定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不是叫水母 现在是图2 可是这一张才应该是图2 没关系 我现在做 例如说参考资料插入标号 然后直接点选确定 你有没有看到它就会变成图2 它就会变成图3 那这个是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为了建立图目录 图目录 好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的话 这张图片跟这个标号会一起走 就是假设你搬到 搬 假设我现在我把这张图片搬 搬下来 搬到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等一下 我刻意的这个地方再去插入 插入 参考资料插入标号 确定 有看到 有看到 它会变成 重新编一个号 不会说 还是停留在原本那个编号 因为这是第四个 我刚刚是不是编到 这边是1 我也可以把 现在把这个删掉 删掉的时候你要重新整理 在这个地方 就是 你选到任何一个 对不对 滑鼠右键 这边有个更新 更新 直接更新一下 你看它就参了 因为我刚刚这边是不是 删掉了 然后它就 整个换掉 好 例如说 滑鼠右键 然后更新 可以整个选 可以整个选 一起做更新 更新这个编号 可以吗 现在滑鼠右键 然后更新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这样子的话 又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就是这张图片 它下面 它会有那个图片的说明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因为本来你们的设计是 一个表格 表格下面 这个文字说明 我觉得你也可以是不是 考虑用这种方式 然后 例如说 把它改自中 这种字要自中 这个标号 要设到自中 这又是另外一种的设计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我已经有了 这些内容 我还是要把它做完 就是 例如说这个地方 我插入标号 插入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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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参考资料 插入标号 插入标号 例如说确定 假如说 假如说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去插入一个图目录 表目录 或者是任何的那个目录 其实它都很容易 例如说 我刚刚做的是图 我可不可以插入图目录 我这个地方 我要选图表目录里面的图 这是我刚刚自己建立进去的 然后直接选到图之后 点确定 他这边是不是就会告诉我 图一是火山在第三页 图二水母在第几页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们习惯 如果你们习惯在那个图片的下一个格子里面 打图片说明 做不出来目录 做不出来目录 然后 我有一个高效率在介绍这件事的影片 建议你们也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是一口气法 假设你已经做了有一份文件 100张图片 你已经做了100个那个 就是用刚刚那种表格 下面增加一列 怎么样快速的去把它做 准备可以去做出这个图目录 好 我有一部影片值得你们去看 那接下来呢 我们针对这个表格 我最后最后我想要跟你们分享就是 我刚刚是不是设了一些样式 我设定好这些样式 我会不会希望说重复可以使用 当然会希望啊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你们就是有一个单位 或者是有几个人 我们先把第一份设计出来 就是这个是标题一长这样子 这个是标题二长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常用 我们先把这个档案 先把这个档案先存 先储存起来 所以档案底下 是不是可以 我先把它另存好了 存到例如说低磁列基 好我们今天的上课 假设我们今天这个叫做 叫做中三区健康服务中心文件样式 好 假设我们加经验日期 2017 1207 然后呢 你就直接把它存成这个Doc 都可以 就是我先把它存起来 储存 好 我现在把这个档案 我就直接先关掉了 直接关掉 我开一个新的文件 我开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 刚刚那一份文件 我就先把它关掉 我把所有其他文件 我都关掉 我只留那一份新的文件 好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输入 阻止 好 假设 1 我希望它是一个标题 阻止 然后 例如说 那个 假设我们现在说明 办法 我希望呢 这是标题1 我希望这是标题1 这个 这两个是标题2 这两个是标题2 好 我就先随便去 甚至我还 还把这个标题2修改 改一下它的颜色 我随便改啦 例如说 这边我把那个 字的颜色 假设我改成 红色好了 红色比较容易看 确定 那你去看一下 我现在呢 我希望我用 刚刚那一份文件的 所有样式 怎么用 就是直接在常用底下 这个样式 点它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边 最最最最下面 有一个叫做管理样式 管理样式 管理样式里面 我们去把那一份文件的样式 全部汇入进来 所以点这个汇入 点好汇入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现在我是文件4 现在我是文件4 不是 可是我右边 右边这个地方呢 我先 不要用这个Normal 不要用这个预设的 档案 我 关闭档案 然后开启档案 开启档案 然后选什么呢 选我刚刚放在D 以此列基底下 这个地方它只会去找DOT 所以我们先 改成所有档案 是不是有一个 刚刚我做的中山区健康中心文件样式 好 然后开启 然后请把这里面 请把这里面 所有 所有的样式 所有的样式 复制过去 那你会不会复制 标题1的样式过去 会不会复制标题1的样式过去 通通都会 它是用 刚刚那份文件的标题 好 全部揭示 然后 关闭 你根本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设那个统一样式 就是你只要有一份文件 记住你其他人只要会使用 你是不是就有这些什么 像这个 这个是标题1 对不对 一模一样 绝对不会做任何的变更 要学这一招 可以吗 希望 就是 好的 好的 好 我真的不骗各位 这件事情 我真的 耳提面命再三要求 真的很重要 然后我再讲好多次都可以 因为这是提升工作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只要 那天那个苏小姐吧 她那一份 就是 你把那一份文件整理整理 然后请大家 请大家 学会这一招 以后就是把这些段落设好 我再重新开一个新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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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 例如 我不是有一份这一份文件吗 office2010 tip40招 那里面 那里面 它的标题1的样式跟标题2样式一定跟我刚刚那一份的样式不一样 你看这边有没有 这是标题1 可以 这个是标题2 标题1前面是有一个大写复杂的1 它没有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怎么样去做样式 整个统一变成像公文的形式 就是公家机关用的那种形式 所以在这个常用底下是不是有一个样式 样式这边点它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是123 其中有一个叫管理样式 记住 那个前面那个版本 因为我知道有人可能用2013或2010 它不叫这个管理样式 它叫组合管理 组合管理样式 你要记住 资讯人很讨厌 就是把那个主词都删掉 好 组合管理样式 后来又简写变成管理样式 这个点它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也换掉辞了 现在这个版本叫汇入汇出 2013也叫汇入汇出 可是前面那个版本 它这边还是叫组合管理 所以你才会发现有时候找不到 因为它名称换掉了 好我们点这个汇入汇出 然后接下来你不用改这一个文件 你这个文件不用改 这个文件是我准备整个复制过来取代 所以重点是右边 右边 好 关闭一下档案 关闭档案 它现在关闭档案 现在变成开启档案 所以开启档案 然后去找到我刚刚那一份文件 我是放在低磁叠基 低磁叠基 这个 说不定你们刚刚没有存那一个档案 好 不过你们回去你可以真的 真的看影片照做这一段 真的非常非常值得你们去体验一次 你就会了解 哦根本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去表格设定一种样式 然后标题设一种样式 不用好 就统一套用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选择所有档案 然后接下来我就选这个 刚刚我是设中山区健康中心文件样式 然后开启 接下来把这里面所有所有的样式 所有的样式 然后复制过去 全部揭示 好了 那我们这里面 这里面一定也有标题一 这个标题会整个改整个改掉 比如说我现在关掉 你看刚刚什么绿色蓝色的 现在是不是直接改了 这件事情一定要学会 答应我下一次 可能又是四年后 上次我是因为你们那个秘书 许苗 许苗 对 许苗 对 许苗 我的意思是说我修盖很多 可是有些我是不要的 我可不可以删掉 这里面 这个样式你不要 你自己加进去的可以删掉 我自己加的 对 你这个 对不起 我先还原 这个 这个是自己加的 这标题一标题不能删 标题一标题目录一目了 这是不能删的 可是 可是 对 这个就可以删除 对 这个可以删 好 那还有 什么 什么可以删 对啊 这个点 左键吧 左键 比如说我把这个1 删掉 他说你要从这份文件的样式哦 里面整个删掉 4个 自己加进去的可以删 可是那个 对 标题一不能删 那个自4的 就是一份文件一定要有标题1标题2 到标题7标题8都不能删 好 可是 可是通常我们可以新增样式 对 所有女新增样式通通都可以删掉 哦 对 好 那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好 老师刚刚有在讲说那个就是 调整清单说 看看你这个地方 下面啊 老师刚刚有说就是 把增加定位点 就是一个页面打工 是如果我用那个编 编号的后置 支援的地方 用目标式或是用限局 这样子会不会 您说的是 上面那一个 下面 倒数第二个 那个字 是定位置元 定位置元 那个地方 下拉 这个 那边右边的再下拉 右边下拉 用那个目标式或是用限局这样去做 应该可以 因为 就是在动定位点 我要强调讲 那东西就是定位点 那个东西就是定位点 所以你可以从那边去控制 但是我有一个很困难的一点就是啊 如果我这样做完之后啊 就是第二行的地方 它有时候出海的地方不是我要的 嗯 那你就要动 我每次都要去文字缩材的地方去调 对 只能这样调 只能这样调 所以建议这边其实不要动 这边不要动 因为它是模拟英文字来去调整 可是我们打的都是中文字 英文字跟中文字真的会有间距上面调整的问题 因为我每次调都要0.8、0.9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微调的话 Auto键按住 你就可以轻松的微调 Auto键哦 但是 那是涂法练纲 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因为你要考虑到 你哪里 像例如说我现在我在工训处开课 我们要画海报 对不对 十分钟 你十分钟一定要画出那样子 而且是觉得还蛮不错的海报 十分钟 然后剩下就是印 印可能要印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图法练功上面 其实还可以再花很多时间来谈 但是我只希望带给你们一些不一样的观念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们 如果 这我又小小的推荐一下 我的就是YouTube 然后切门回去看那个高效文件制作 我已经把Word整个做完了 就是 你可以 直接输我的姓名孙再养 空一个 然后Word 高效文件 我还没有时间去剪 总共九部影片 总共九部影片 这个04啊 将什么 这些真的都很值得你们去看一下 就是怎么样达到那个高效文书处理 就是真的跟你们以前图法练功方法真的不一样 好 好 好